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发展如何? 只有更严重 严重的一个地步 其实今年就响了很多的警号 就是说我们究竟能不能够达到那个 不要升得太多的温度的目标呢? 就是前景越来越暗淡的样子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比较多的消息 其中一个就是说 现在西方社会似乎在展望着 由明年开始 中国的碳排放就能够开始回跌了 如果你找回这个世界上碳排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第一的 而且是远远将第二第三位抛到很厚的 就是如果说那个碳排放 现在占近这十年八年的比率 中国是占了很多很多 但是同时间你也看到 就是中国近年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都放了很多资源下去 太阳能它掌握着很多资源 做很便宜的太阳能的发电板 那些光电或是叫光复的那些技术 另外就是那些核电 中国大陆也都搞很多 就是总之不要管它是不是可再生 是不是绿色的能源 总之那些是无碳排的能源 你见中国那个大力的投资 现在西方社会就认为 会在这一两年就看到那个转折点了 你会看到突然之间那个中国的碳排就跌下去了 于是乎我们就会有更加好的确据 就是可以迈向一个 在2050年可以完全零碳排放的目标 但是零排放的 我们有没有能力吸了这些碳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技术所在的 就是你如果想那些碳 不是只是排了上去 在一个大气就算的 我们希望它那个浓度可以跌回 因为如果你看回那个指标 就是现在这一刻 都是400多个PPM 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单位来说 就是那个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 是上得很快的 连年都几格几格这样上的了 而且都是很直线的 你以为中间几年瘟疫会慢了吗? 其实不是的 一样都还是上得那么快的 所以如果在我们减少碳排放之余 还可以做一些主动 把二氧化碳吸回的东西 其实就可以令到我们去减少温室效应 就更加有希望 是啊 但是如果我们吸碳有什么样的手段? 最老土小学生都会知道的方法 种树 是吧? 不过你又要知道 种树本身呢 吸碳的位置 大家就会想到光合作用了 有阳光二氧化碳 加在叶绿素的作用之下 就砌了一些碳水化合物 然后还有氧气排了出来 于是这些藏在那些树叶本身的食物 就叫做将空气里的碳拿走了 但是不要忘记 就是这些植物本身也都有呼吸作用的 它也会在晚上没有什么光合作用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呼吸作用 就比较快的光合作用 它也会排出碳 真真正正能够锁住碳是什么呢? 就是植物在它的生长过程本身去长育 就是一棵树由小了变大了 它就真真正正有将在周围拿到的养分 变成自己身体的部分 包括有一些元素就是来自外面 大气里拿进来的碳 所以真真正正能够藏到碳的位置 就是植物本身自己去不停地生长那一刻 就是它自己长大 就是叫吸碳的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 你知道不能够硬快的 是这么多就这么多了 就算你是那些很侵略性的植物 你说到微金谷那些生得很快也好 都是有植物上的天然限制的 所以这种生物上的方法 是给到其中一种吸碳的方法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在一些植物不是太有条件生长的地方 都可以用一些很人工很便宜的方法去吸碳呢? 我们以前讲过的 其实讲了很多 如果不是种植物以外的方法 都是很概念性的方法 譬如我曾经讲过的 那些石油公司 尤其是英国石油这些公司 它很喜欢投资在一个技术就是 将那些二氧化碳收集了回来之后 就扔回去那些原本开彩石油天然气的炕洞里面 将它打回到地底里面 于是地底埋葬了那些碳 将那些碳就不会排到大气里面 就落到地底里面 大气就会少了碳 意思就是这样 另外就是说 我们那些负责去烧这些化石燃料的工厂 从那里收集到回来 那其实怎么去收集呢? 其实你不外乎是运用一些 会吸收某种化学分子的这些材料 那譬如你说呢 你现在驾车呢? 其实驾车它那条死汽喉之前 是有个叫做催化剂的 那催化剂就不是吸氧化碳的 就是吸那些譬如是什么二氧化瘤 就是那些什么二氧化氮 那些其他垃圾气体的 但是二氧化碳 和普通那些氮气的那些东西 就会照在死汽喉的死汽里出来了 甚至乎有些水汽都会在那里出来了 但是你可不可以想 就是说我将那个吹化气再加多些东西 让它可以再吸收很多二氧化碳呢 那其实是有些很标准的这些化学的方法 那里面用到的原理呢 其实用一些很简单的材料 就是用一些那些叫做石灰石 Limestone 那它本身呢 就是有一个能力去将那些二氧化碳吸下来 变成它自己的化学结构的一部分 那就是在那个由我们化学上的知识呢 其实我们列到都多少的方法 是去吸这个大气的二氧化碳的 但是你说目前来讲 真真正正能够是我们有系统的去做 而又真的会吸得到 但是我们都会嫌它吸得不够快的方法呢 就是种树 种植物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工程学上的概念 就是种多树 是的 是的 有句话嘛 就是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嘛 十年喔 那些很便宜 漂亮 正的方法呢 现在其实最关键就是 你如果呢 在发展这个吸碳的技术里面 你如果只是停留在一个化学实验室那种的level 不是将它有一个在工程学上 一个产能上的效能上的提升的话呢 你那个主动帮人类吸碳这件事是无从说起的 那么在这个礼拜呢 我都觉得有一个挺重要的新闻 其实这个礼拜有很多气候新闻的 但是我就特意选了这篇 里面的科学东西就很简单的 其实刚才就已经说了 用石灰石来去吸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但是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就原来在美国里正正式式有人 是拿了这个资助成立一个工厂 而这个工厂呢 是会利用了这个可再生能源的技术 一个结淨能源的技术 来帮我呢 是比较大规模一些 以一个工厂级别的规模呢 来去将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去吸下来 而且去吸的效能呢 是会比种植物快很多 这样的 那就是刚才台长你一路看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他有个图就看到他的工厂呢 其实里面也有一些 就是他的图有些可以介绍的 就是你向上一路去转 上回这个页顶 就是这个页顶那里呢 就是这个图 就是台长你看到里面是一栋栋什么东西呢 你大约猜不猜到呢 石灰石吗 它里面其实就是很多阵 很多整成一片片的 长方形的一片片 你可以想象是好像那些 一块块的那些 好像发泡膠板那样大 再大一点 薄薄一片的 那就是石灰石来的 那它有很多层 OK 那它的作用就是 就是把它整成一片片 于是乎它有很大的表面积 和空气接触 于是乎就是 它可以就是 那些空气在它附近流过 那它就吸到二氧化碳 而且它是会轮流地将它 是搭上那个顶那里的 就是拿出它的室外那里的 那就令到它就是 你发觉就是这样索的 那你说是否很仪稀呢 那这么说 嫌仪稀就很看你本身 它真的出来的效能是怎么样 现在就说呢 它这个厂呢 就能够呢 就是 一年呢 就是这样去运作的时候呢 就吸到应该是四千吨的碳 那你就要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想去种 透过种植物 来吸四千吨的碳 你是要种多少千吨的植物呢 你一个植物本身 其实大部分的成分都是水分 那当然它也有其他成分 构成那些成分是那些 细胞壁啊细胞质那些 是蛋白质的东西来的 就是里面不是完全是二氧化碳的东西 不只是碳水化合物的 是有其他比较复杂的东西 结构一些蛋白质啊 氨基酸的东西 那些东西就跟二氧化碳无关 那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种一些植物来吸到四千吨的碳呢 你后面需要种植物的量呢 其实就远远超过四千吨这个数字的 你可以想象到 那所以现在你看这个这样的工厂 它本身就不需要你去种些什么东西 你种的东西又要很大的范围 是不是? 你只是一个立体的厂 那它呢就是用回收集太阳能 那如果它附近还有其他一些可载生能源 就拿附近的可载生能源来用 总之它不可以自己产生任何的碳 它自己要制造到足够自己运作的能源 然后就将这些能源拿来怎样呢? 就拿来在里面那些石灰石那些板呢 如何搬高搬低的时候呢? 要去运作 还没完的 这些石灰石的板呢 我们是希望可以循环再用 不是说拿一块回来扔一块的 因为这些石灰石呢 它放在室温的时候呢 它可以帮我们吸氧化碳 然后呢 它吸氧化碳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焗炉里加热 是可以将那些二氧化碳去凳出来的 但是你将它加热呢 你是需要能量的 你将那些二氧化碳收集也是需要能量的 那它呢 就在这里展现了一个模型 就是这个过程可以全部 就是用这个可载生能源去做完 那然后呢 然后呢 就把一块可以重新再用的石灰石板出来 再去吸氧化碳 就是再吸氧化碳 重新吸氧化碳 再吸氧化碳 那其实呢 在今次这个报道里面 你听这个概念很简单而已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个人类文明 那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呢 它是在我们现在人类可见的文明范围内 第一个可以叫做量产吸氧 来去吸氧化碳的一个机器 它不再是一个实验室去展示一个概念出来 而是这个东西怎么能够去升升 怎么会变成可行 这个东西放在这里 它自己会产生自己足够的能源 它就用回自己太阳能拿回来的能量 来去做了里面所需要做的东西 就不需要额外再需要多的资源 就是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它展现到一个完全是可以 叫做我们叫做sustainable 可持续去不停地和你吸氧化碳的一个这样的机器 也就是说 如果这部东西我们继续去运作成功 原来发觉很耐用的 那个维护成本都不是很高的 可以继续自己走下去的东西很实际 这样就用了很多年的 当然那些东西你整个结构本身又会生寿回城 但是原来你发觉可以用很多年 是可以持续地用 就是又可以吸氧 甚至乎可以进一步再建大一点的时候 会不会就成为了我们以后的模型的榜样呢? 在很多譬如一些没有什么价值 没有什么商业价值的用地上面 我们就尽量建这些这样的机器 来帮我们吸氧化碳 会不会就可以成为我们不是零碳排放 是令到负碳排放一个很好的里程碑呢? 所以你看到无论在Scientific American 或在路透社的报道 它都用到里程碑这个字 是说到我们去吸氧化碳 逆转碳排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那个石灰石它吸氧化碳的具体机制是怎样的? 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你看到那个石灰石它自己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 它是有能力再多的二氧化碳 它形成另外一种的化学物的 那其实就同一个概念 就不只是用了这个石灰石的 有一个新闻就是我们没有拿过出来说的 就是有人开发到一种混凝土的材料 里面也含有这些石灰石的成份 你将这个混凝土的材料用起上来的时候 你出来的那栋建筑物就自动和你吸氧化碳了 那当然它会吸在这里就不会再 就是它会吸飽了 就吸一下不吸了 但是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叫做 叫做负碳排放的建筑物 就是有人就想到这样的概念 但是那些石灰石你会发觉 原来你可以将它循环再用呢? 把二氧化碳再吸回呢? 那有可循环的概念就会更加好 那我刚才讲漏了一个数字的 4000吨的二氧化碳代表着什么呢? 原来呢 就是等于呢 现在美国的美国人 62个美国人的人均碳排放量 应该说62个人的总碳排放量就是4000吨 那就是听到就有少了得淡少的 就是你建这么大的东西出来 它就和你抵消到62个地球人排出来的碳 OK 但是当然这个数字是会变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未来用能源的模式是会变的 我今天排这么多的碳 但是原来我用了越来越多的绿色能源 于是我们未来排上去的碳越来越少 那只要你把这些东西放在那里 保持着去转移 和将它再升上去的话呢 那你能不能够做到就是说 长远来计算 和你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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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就是它当然不是一个 就是你不可以指望它这个东西是一个主力 就是你说如果你可以发明到一件东西 吸氧化碳吸得很厉害的 那么厉害的地步呢 就会重坏回来回头了 所以我不用再转转其他能源呢? 我用回石油 反正机器和我吸得更快 就是如果家里有人打数得更快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更加烘烈马叉了 但是现在你就不要指望可以这样 就是我们都需要自己省着 不要排太多碳 然后那个机器又和我们吸一些 令我们积极开发其他可持续的能源 那里就有多方便去夹击呢? 就是希望它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现在的目标就是这样 那这个数据可以报一报的 就是他们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 就10亿吨去吸了这些碳 但是起码千里之行持足一下 现在就Microsoft和几间大公司 都在给他们钱的 可能不是很多了 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有潜质发展的行业 是的 是的 那希望在这里 无论今次这个项目 和刚才说到中国它的碳排框 终于到高峰 这件事情 希望是真的 那我们就看到之后那一年 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 甚至乎我们早前的集帅 我提到 去到2030 即7年后的世界 会不会已经是用可在生能源 用得非常 已经说可能是佔了我们三分一 甚至二分一呢? 那会不会发生到这样呢? 那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得到 那我们结束四节 我们回来就是这个科学会的路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也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